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筹码强势股操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东新 昨天的美国股市啊 这个国庆日之后开盘 跌的也不多啊 小跌除了废半跌了2%多之外 其实另外三大指数跌幅只有0点几% 0.1 0.2 老师啊台北股市怎么回事 今天盘中还跌超过300点 跌了307点 收盘也跌将近300点 跌290几点 老师其实那个大盘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一波以来 在端午廉价之后 我是不是一直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 MACD转负了 然后KD弹起来 要站在卖方 我不只在节目里面说 我在抖音里面大概说了超过10遍以上 那昨天其实有回档嘛 那今天哇 老师他今天跌个300点 糟糕大盘是不是起跌点 我这样跟各位说吧 其实这一波以来 全市场建议各位逢反弹站在卖方的 区间整理的 全市大家只有我一个吧 我们这样说 是只有我看得懂了 还是大家都不说实话 其实这一波 在前两天 昨天我在大四个话 不是还特别写吗 因为前天涨了168点66点 然后隔天又涨了56点57点 大家觉得这个地方要看2万点 对不对 我发现当时全市场 我记得在节目里也提到 不管是盘中的盘后的 不管是分析同业 不管是主持人全部都很乐观 然后最近融资不是连续大增吗 对不对 这是我说的 所以当大家往这个方向看的时候 我一定要冷静的思考 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 其实我在保护各位的资产 也保护我们加入成员的资产 我也可以跟其他的分析师一样 每天买股票拼命追 拼命追 反正有绩效拿出来讲 没有绩效套牢就安慰 加入成员 没关系基本面很好 未来还会上来 逢低我还要再买 你希望这样操作吗 还是等到关键时刻再出手 所以前两天我没买 没有买股票对不对 大涨 现在大家发现 老师 还好你没买股票 对不对 那这两天下来我再买不就更好了吗 所以 这个就是所谓的操作 我常说 我怎么看我就怎么说 而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你看我们这一波 MECD附向有没有 三大植物集中贵马和电子都转负了 那逢反弹不知道在那卖方吗 是不是 我假如不下N变了吧 对不对 再来 这里上礼拜三嘛 建议各位你看 我在抖音 提过三个看趋势的指标 KD指标回到54以下 MECD助长油转为负值 对不对 除了还有一个多头 时日均线还在季线之上 所以 现在时日均线也没有在季线之上 还在季线之上 所以 中线 多头还是成立的 所以拉回来 你其实是要找买点 只是你要避过这一波的拉回 全市场 大概只有我 还有我们的家族成员避过了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不是每天不断的要去买股票 找好机会再出手 而且你要分清楚强股和弱股 对不对 你看 融资增加太快了 对不对 市场融资增加过快 市场过度乐观 筹码强势 来回操作 不要乱追 对不对 那支很积极操作 来 技术面有瑕疵的请逢高调节 这礼拜二晚上讲 所以昨天技术面有瑕疵的 是该逢高调节的 对不对 什么叫技术面有瑕疵 就是MACD附向KD勾上来的 留意 刚刚转强的股票 整理形态刚突破了 所以 今天大阪大队有没有股票涨 也有 还是有股票涨 但是涨的股票大部分是 低基级 正要什么 正要开始涨的股票 而不是 涨了很多才高涨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高低强弱分清楚 看我们节目清清楚楚 来 昨天晚上大声话 果然拉回 中线MACD转弱 KD转强 趁短线转强的时候卖呀 才能卖在相对高点不是吗 所以各位你看到前两天 KD黄金叫他 是不是很好的卖点 做期货 你都赚300点以上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全市长看得懂盘似的 大概 他就是李中心一位吧 前两天是不是一直这样跟各位讲 你还不太相信 对不对 老师那正能提起来怎么办呢 放心 中线 实际线还在寄信之上 还是多头 拉回来找买点 只是你要避开这波的拉回 避开弱势股的回党 懂了吧 昨天晚上大事业话 我不是说 今天你跟我说指数不会跌了 还记不记得 是不是 来 KD指标黄金交叉是大户特地拉起来让散户追加好趁机出货 昨天大事业话说 你看很多KD黄金交叉昨天 黄金交叉股票都掉下来了 是不是 连加村指数都黄金交叉不是吗 然后 前两天才黄金交叉你进去追 那今天变成死亡交叉你要不要出 你又不出 这就是很多投资者有碰到的问题 即使你看KD指标照着做 赔钱又不照着做了 所以操作上你一定要有一套你自己的方法 长时间测试以来 大赚小赔你就会成为赢家 而不是 对的时候照着做 不对的时候不对的时候又不出 所以你总是 对的时候赚一点点 不对的时候套一大段 你这样怎么赢 要成为赢家 对的时候赚一段 赔的时候赔一点 你这样就是赢家了 懂了没有 你一定要找方法 看不懂盘是 锁定筹码当事的节目 费办是从5月15号转强 对不对 这一天嘛 这一波从这里一路追踪到这里 高点背离 高档背离这里 对不对 前两天费办冲上去 我有跟各位说怎么样吗 还是MACD还是副项啊 对不对 纳斯达克来 MACD也是副项啊 不是吗 是不是 SMP500即使创新 我也说背离呀 是不是 也许今天 SMP500就变成一根藏黑了 他是背离 对不对 好 道琼没有背离 可是道琼还算是个整理 他MACD还会变正的 所以他是个来回区间 德国股市 MACD勾不起来 对不对 MACD勾不起来 法国股市就在季线上下 上下混 他MACD还好 一下多一下空 就是个整理盘 就是整理盘 那今天台北股市比较吓人 对不对 日经前两天冲上去 几乎要创新高 我是不是刚各位说 你有日经你就卖 对不对 即使他创新高 KD指标一定背离 还是会背离 是不是我讲 为什么这么说 所以这里谈起来 是不是应该在那卖方 老师KD黄金交叉 黄金交叉现在死黄交叉 你要走吗 前两天黄金交叉追进去 今天死黄交叉你要卖 要不要卖 你说你要卖 可是你又不卖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套 属于你自己的 大赚小赔的方法 如果你没有 跟着筹码大事 你就一句话 你看 韩国股市 这一根长虎 我不是说他等他拉回吗 是不是真的拉回了 是不是 老师你算命的 他MACD勾向不可能 这里就勾上去了 我说他 如果要勾上去 大概还要来一次 还记得吧 是不是我说的 如果不记得 回去看前几天的袋子 美元指数 小升 这里就比较麻烦 新台币 贬值 今天贬到创新高 创新高是贬值创新高 K线创新高是贬 是贬值 所以这个是 对资金比较不利的地方 我必须说实话 因为这个地方过了 30.89 这个地方过了之后 他其实就没有下来 这是 对资金来讲 比较不利的地方 我必须 实话实说 所以 下一次的买点 可能在季线附近 所以 你要避开这一波 尤其是一些转弱股票 然后呢 等到好的买点出所 或者是 把资金抽出来 一样 即使大盘没有到季线 还是股票在涨 你要选择 对的股票进场 错的股票离开 而不是 拼命报错的股票 因为赔钱了 报错的股票 对的股票不敢买 等到 大盘 回撤完整理完之后再涨 又跟你没关系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想办法 想出对的办法 没有办法 找方法 找不到方法 找筹帽大师 好 来 加权指数5月16号开始 涨到哪里 涨到这里 这天啊 不是MACD变富项了吗 就廉价之后啊 好 前两天KD黄金交叉啦 进去买 那今天不是变死亡交叉 你要不要卖 老师王 KD交叉去买到今天死亡交叉 赔快400点 对 所以你看KD真的能赚钱吗 请问一下 可不可以 当然不行嘛 只看一种指标 你一定输到挂 赚钱 运气好 所以你不能只看一个KD指标 这个趋势 造成 绝对不是一个指标 标股出去也不会因为一个指标 所以KD指标 这是 输爆了吧 对不对 那中线MACD是不是对的 对呀 所以看中线的MACD 是不是比KD指标更稳 为什么建议各位 MACD转付 KD黄金交叉 这里这两天红K要卖 这两天红K 大家都说 老师怎么不买股票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吧 对不对 全市场谁看得懂 就充满杂志看得懂 你回顾一下 前几天所有同业的袋子 只有 全市场 只有李中心告诉你 KD勾起来你要卖股票 对不对 好啦 老师现在怎么办呢 ODC是不是创新高背离 KD真的过不去了 对不对 指数创新高 KD指标下来了 老师那怎么办 简单 我们离季线还那么远 乖离这么大 对不对 拉回来季线都还是多头啊 所以拉回来 拉回来 未来整理找买点 各位 明年要选举不是吗 从现在 到选举还有半年 从现在一路涨到 年底吗 涨到明年 选钱吗 你总要拉回来 腾出一些空间 等到整理完之后 下一波 选举行情的造势 再来涨 大家不是才有赶吗 从现在一路涨到年底 这么好的行情吗 看两万点 看两万点要先拉回呀 对不对 所以拉回来找买点 找什么 什么位置 找什么机会 找什么股票 锁定筹码大师的节目 来 赢家三大交界 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 遵守纪律 现在大家越来越相信 哎呀 看趋势还是筹码大师最厉害 所以 当然 你就锁定筹码大师的节目吧 还有什么话讲 选股票也是我们最厉害 量价筹码打分数 来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te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怎么样看到大事业化了 很简单 加入筹码大师Lite 然后点击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PO的K线图 大事业化 筹码表格 还有我们每天的节目 我记得昨天讲到 你看 这KD交叉 星云前天才涨停板 昨天就下来 对不对 记家前天也才涨停板 昨天就下来 KD都黄金交叉 是不是 所以 这KD黄金交叉 MAC的付箱大幅拉起来 让散户跳进去 这档最明显 长荣行昨天 上线那么长他创历史新高 昨天长荣行来 这是我昨天盘中给各位看的图 昨天收盘各位 到了晚上发现 外资 昨天外资卖最多的一档就是长荣行 卖了三万多张 融资增加第一名也是长荣行 增加一万两千张 结果 长荣行昨天收最低 所以昨天进去的一万两千张的融资 全部套牢 为什么昨天长荣行这么大价要进去买 昨天盘中媒体说 暑假的 机票都全部订完 已经订满九成了 现在大家都在规划 寒假要订机票 暑假机票订完了 九成都销售光了 那 航空公司不是赚爆了吗 大家全部去追航空公司 全部去追航运 昨天长荣行盘中KD黄金交叉 盘整形态突破创新高追 所以就变成这样 所以呢 就像我说的 KD黄金交叉 MACD附向 KD的黄金交叉拉起来是大户 故意坐上去 要让散户套牢 现在懂了没有 懂了吧 所以为什么讲 恩变 MACD附向 KD勾起来要卖 中线转弱 你不趁短线转强的时候卖 你 KD勾起来才可以卖高点 这样懂了吧 懂了没有 好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老师 找机会 找买点 跟着我们 避开这一段 整理区间来回做嘛 然后呢 找好的股票 布局 因为趋势 在继承之上还是多头啊 只是要 整理到什么时候的问题 所以不用太紧张 但是你要跟着我们 大家看 华晴和秦晨 今天秦晨还在创新高 秦晨呢 秦晨我们扎扎实实来 中间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这里比较刺激 老师赚了三十几块 你现在要赚 剩下20块要不要先出 这是很多投资表面临到的问题 包括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你也是一样 如果你跟着我们一样的从九几块报到现在 你也会很想怎么样 很想 老师赚三十几块先闪 这一根黑棒 在这一天 你会想说再上来128附近我一定要走 今天129涨停 所以这里卖掉的人应该不少 没有急杀卖 谈起来你也卖了 因为怕又杀下来 这就是 一般投资朋友 操作的盲点 赚钱的股票 很怕少赚了 赚钱的股票你都不怕多赔吗 老师 这就是人性 所以你一定要有方法 克服你的人性弱点 就是你买对要想办法跟我们一样 行程一路报一路报 三根停板来 这里整理不理他 第四根停板对不对 来整理整理 这里我们还在 老师点成这样还在 对还在啊 这里第五根 这天 628号第五根停板 125.5来 再来 6月30号第六根 已经81%了 81.05% 6月30号第几根 第六根 再来 7月3号 7月3号 第七根 涨停板 184.5我们跟着他除息 4块钱所以 是188.5 已经98% 快一倍 结果来 到了今天 今天多少 今天还创新高 今天199 加上4块钱是203 已经113%了 在不在 还在 要成为赢家不就这样子吗 大盘今天不是大跌吗 对不对 今天还创新高呢 老师没出没出 我没出 老师那 很简单 离成本那么远就暴住啊 所以 赚钱的股票 你要想办法赚一段啊 赔钱的股票少赔 赚钱的股票大赚 你就是赢家了 就像秦晨一样 对不对 赚了一大段 还在 所以要成为赢家 怎么做 买对暴住 买错舍得 你就会是赢家 但是 重点两个 第一个你要买对 第二个你要暴得住 像 华琴也是一样啊 来 冲上去 啪啪啪 连三口 那既然脱离成本之后 很简单 不用天天看盘 你只要看看有没有平常讯号出来 有没有 哎呦老师拉回了呢 拉回他又创新高了 250.5 其实我们是配息8块钱 我们跟着他配息8块钱 老师他没在创新高 没在创新高 没差 是不是 没差 因为脱离成本 已经几%了 70几%了呢 脱离成本 你想办法 对的股票 第一个要买对 第二个你要抱得住 金像电也是一样啊 连三红之后拉回来 再喷 18%来 148 这里看起来好像高点 对不对 是不是 看起来蛮像的 你看老师这里没出 又来148 又来148 这里可能会有 你就会出掉 结果 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这两天是说 MACD附向 金像电你不要追 我们有金像电 但是 这个地方你买金像电 你可能要留意一下 如果短线追到这里 他可以离勾下 MACD附向 追上去可能被修理 所以 建议各位 你应该是买在这里 而不是 已经在这里了 去追 那个最后一段 一点点 你应该跟我们一样 买在 好股票的 起账点 起账点怎么来的 量价筹码打分数啊 三洋工业就是买对 然后爆他一段 对不对 119% 跟秦城差不多 秦城110几% 对不对 这里卖掉 出现平昌虚话 隔两天谈起来卖就对了 所以 工具带回去 买对 不用天天盯盘 抱他一段 涨了100% 平常讯号出来 过两天弹起来 减码 就那么简单啊 操作不就那么简单吗 你看 飞鸿 这是 其实 我们的APP 我们是从今年推出的嘛 用手机的APP 其实跟我们系统软体一样 出现的讯号是一样的 而且 手机APP 还有更棒的功能是什么 短线找股票嘛 还记得吧 对不对 短线找大户 今天进场点火的股票嘛 你看飞鸿 涨一大段90% 对不对 华福 也是二月份的 我们今年不推出APP吗 华福涨150% 所以这些股票 这么一大段 你看好多股票 好多股票赚一倍 秦城也赚了一倍 三成公司也赚了一倍 所以 你只要掌握到一两档这种股票 其他的小赚小赔 你还是赚爆了 要成为瑜伽不就这样吗 所以 6月份 过去都过去了 老师7月份你说 要把握下半年 下半年刚开始就跌了怎么办 跌下来是让你要找好机会进场 所以跟着我们 避开这一段 避开了吗 带着我们的家族成员避开这一段 然后呢 等到好机会出手 因为有的股票高档就避开嘛 对不对 获利了结 对不对 然后等到 至今 再回到找到低档其涨的股票 我们就跟着进去做就好 你希望买在这里吧 而不是买在这里嘛 对不对 你希望买在这里 有没有股票在这里出现讯号 有嘛 我每天都嘛有 哈喽各位 粉丝大家好 如果想要更了解我对大盘的看法 还有个股的选择 非常欢迎各位锁定 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筹码大事的时段 记得看节目的时候 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记得锁定筹码大事 是不是 有跟着做嘛 来 昨天我们这有奖真答 很开心 昨天 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 非常踊跃 每一位来回大家投资 都答对 而且也都把大奖给带回去了 所以 想要跟上我们的脚步 跟着 全市场看趋势抓股票 最准的筹码大事 就跟着我们 来 这个奖 奖励真的很大 超级大理 真的超级大 有拿到就知道多大的大理 行程从 五月底第1根掌停板到 前两天 总共出现 几根掌停板 你只要加入我们的 LINE然后填写表单 我们 服务人员就会把这个大理 给你 这个大理真的是 让你在下半年的行情里面 先赢在起跑点 所以赶快加LINE 赶快回答问题 把这个大理 好好带回去 跟着我们 布局好股票的起账点 那这个 这个是 这是我会员 发自内心的一句话 买股票不难 买到标股很难 标股抱得住最难 因为那个会员说老师 我每天都有买股票 买股票真的很容易 但是买到标股就不容易了 你看我们那些股票 5成 7成 8成 一倍 120% 150%的都有 不是吗 都掌握到了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跟着我们 来 我们短线的起一扬 连起一扬 短线的 都涨一段 今天起一扬还在创新高 起一扬 来还什么 续新 今天续新也还在创新高 今天 129的也30几% 所以 涨多的 你不用追呀 又有新股票起涨不是吗 众席今天 还原全资 他也还创新 今天除全 除席 好像一块半吧 昨天拉回 今天创新高 大盘跌 跌呀 所以这些股票还在涨 最近才开始涨 不是吗 大盘最近不是回吗 所以 一定有股票 在不同的位阶 一定有股票 有不同的走势 请问政绩党 MACD付的吗 不是啊 正的 所以了解没有 所以为什么建议 避开 MACD付的 买MACD正的 盘整形态 刚突破了 有没有 有啊 就有这种股票 而且又被我们抓到 不是吗 对不对 就像我们手机APP盘中去抓涨 找什么 找当中最爱的股票 你要做短线 你要有方法 不是乱做 对不对 你看 我们是透过什么 大户比 全市场只有筹码大师 创造这个手机APP 三个指标 结合在一起 因为 一般各位看到的 券商或者是 其他的APP 大概能有其中一个来抓大户比就不错 量增加了比例 内外盘比例 和大户筹码比例 三个指标 我们加在一起 称为大户比 所以 我们掌握起上点 重习 你看重习 第一个起上点 是被我们抓到 所以会说老师 我不要做当中 就变标股了 当天我就买到起上点 不要出了 是不是 重习 中壘 我们做两趟了 高龄 这些都是 当天 9点零八分找到 然后呢 记得 挂掌停板下一档 如果你是做当中 挂掌停板下一档卖一半 然后破 白色的线 全部出掉 这就是当中的操作逻辑 我们有 破断有破断的方法 短线有短线的方法 如果你没有方法 真的不要乱做 破断我们有破断的法宝 短线 我们有短线的机制 你看 家联益 中壘 中壘做两次了 家联益 也是当天 攻掌停 讯新来 有没有 讯新也变标股不是吧 重习 各位看到了 讯新也看到了 对不对 中壘 中壘也变标股了 中壘 虽然两次当中都 都掌停板下一档出掉 讯号都还在啊 所以 破断 按照破断的机制 短线没关系 你短线出掉 每天赚钱 明天再来找嘛 一样嘛 剩下一半明天出掉 明天再来找新的标的 也是可以 广基 广基都看变标股了 来 9点05分 是不是 你这里平常掉 就广基也变标股啊 海华也是 7月3号前天吧 对不对 9点10分之后 掌停板 下一档你还是卖得到 老师这股票 你怎么怎么抓到了 这就是说用大户比 用大户比排序 帮各位抓出来 今天 大户会点火的股票 你要做短线 你也要有价差嘛 你也要有量嘛 每天500张的量 不见得有价差 昨天500张 今天9点05分就500张了 好吗 就会嘛 我们大户比就帮你抓到嘛 今天就有价差嘛 懂意思没有 这个就是 短线的概念 实作来 实作也变标股啊 前天涨停 昨天又涨停 深微能源 都做得到 是不是 昨天的金桥也涨停啊 是不是 所以 不管你要做破断 不管你要做短线 你总要有方法 我们有没有方法 我们有 不管是破断的方法 不管是短线的方法 我们都有 因为短线 老师你短线找到的股票 后来都出现讯号 几乎 那出现讯号 你要做破断也可以 那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的资金可能七成做破断 三成做短线 但是建议各位 不要 买进去短线已经涨停板了 每一档的短线都变成破断的 对 可是这样的股票 变得太多 你的资金会比较分散 我会建议你 留比较强的留下来 比较没那么强的 你可以换掉啊 资金抽出来 继续做短线 留三成资金做短线 但是七成要做破断 因为破断 才能帮各位 创造比较大的报酬 你看 行程破断不是100%吗 三岸工业也是超过100% 华福 超过150% 这种破断股票 才能帮各位创造大的利润 了解没有 所以要成为赢家 跟着我们 效率操作 我不是逢低一路狂买 总有一天买到最低 我不干这种事 我们是 买什么 买转折点 买起账点 因为 买在起账点 操作什么 才会有效率 连巨洋也在涨 对不对 投进重压的 来 连巨洋涨涨到多少% 来 巨洋涨到26% 对不对 大同呢 大同涨 涨快50%了吧 大同涨54%呢 是不是 那秦升7根涨停板 刚刚有 秦升我们破断已经7根涨停板了 赚多少 赚113% 破断才是创造大利润的机会 短线上 你可以用 我们的 App 找当充的 但是破断了 你一定按照我们的讯号数 我们看 新香店50几% 华清75% 大同 54% 连最近找到的 众席今天创新高25% 汛新今天创新高31% 齐阳今天创新高25% 是不是 都最近才找到的 都最近才涨的 最近大盘不是下来了吗 那为什么 可以找到这些股票 为什么 工具厉害嘛 找标股舍尾其谁 是不是 来 所以 连 当充两天两次 这一天充 这一天又充 连中壘今天还在创新高 老师 找股票太厉害了 是不是 所以 来 连 实错 连续两天涨停 今天拉回了 趋势没改 续报 那前两天说的 这 昨天前天出现虚枉 今天好可惜 拉回来不够 你看 爆炸那黑黑 快要过高点 所以 这些股票 都是对的标的 大盘虽然毁 一定可以找到 像这样子的标的 这就是我的专场 找标股 就是 筹码他是最厉害 舍我其谁 对不对 我说找标股 我是全市场第2名 没有改说第1名 而且这次的盘是谁看得最准 前两天谁跟各位说 KD黄金加套要卖 我相信大家都说 KD黄金加套要买点 要看2万点 全市场只有我李中心 建议各位 避开这一段 是不是 今天完全印证 所以要跟着谁 你只有一个人可以跟 就筹码大师李中心了 对不对 我知道 你很努力 但是你插的是一个 好的操盘工具 跟着我们的讯号 你的操作可以很轻松 来 在 轻松快乐选标股 加入我们之前 你先回答这个 有无讲真的 先把我最有诚意的大理 给你带回去 让你赢在7月的起跑点 下半年的起跑点 大盘回来了 当然跟着我们 即使拉回 我们一样可以找到标股 对不对 所以你赶快回答 你赶快加赖 填表单 从秦城 从5月30号 第一根掌停到现在 总共出现 几根掌停板 回答对的 你就可以得到 超级大理 我拿出 十足的诚意 这个大理真的 有拿到你就知道 真的超级大 对不对 很精彩 所以昨天已经非常非常多投资朋友来回答 也 很感谢 每一位回答都答对 那你拿到大理之后 跟着我们 在7月份的下半年展开来 你赢在起跑点 所以 这次有假增达 赶快 把握 加赖 填表单 回答问题 把大理带回去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 支付专线 成为支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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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